Hello大家好,今天是正月时期了 也就说明 今年的年彻底过完了 很多人都回复到了正轨 而我的话 也在考虑 要不要去广州找老婆了 这个年我在老家 没有人介绍 没有宣请过一次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一些外省人 在过年期间 宣请了几个 甚至是十几个对线 我就比较纳闷了 过年期间 没有一个媒人帮我做介绍 也对 因为过年期间 我们这边的先亲 有一个骗局 就是很多人 打着先亲的口号 那些媒人 就拉一些已经结婚的女人 就装成是当身的女人 去男方家先亲 然后走的时候男方家 就会给媒人 给那个女方红包 少得一百块 多得两百块 甚至是几百块 而且的话 有时候男方家 还请媒人 那个女生吃饭 所以说 就很多人看中了这个条件 就是这么骗吃骗喝 那些女人的话 都不想找绿线的 她们只是单纯来骗吃骗喝而已 所以说 我们这边 对媒人介绍绿线 已经没有抱太多的希望了 原本我们这边的男生 比女生就很多了 又出现这个骗局 就导致我们这边的公共 她老婆更加困难了 说实话 我33岁了 就先亲过一次 并不是没人介绍的 是我的大伯年介绍的 但是的话 那个女生看不上我 即使我家有三层楼 三链车 虽然这三层楼三链车 不是什么豪华别墅豪华小车 但是怎么说都是房跟车 不过也就不了那些女生的发言 现在很迷茫啊 不知道怎么去找女朋友了 搞得我每天都比较焦虑吧 演出梦都去找女朋友 我都快疯掉了 无论怎样吧 也希望好运能早点到来吧 加油